今天下面在一集保抉 巴菲特曾经提问就是当海水退潮之后 谁没有传故事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预言 现在在我们的眼前活生地上演 我们看到的柯文哲 在蓝白还没有破局 在整个总统大军 还没有开始起跑的时候 他整个笑傲江湖 感觉上他就是下一任总统 最有可能的人选 他整个碾压了国民党 如果蓝白真的能够合 蓝白真的能够组成 他是当然的总统人选 而且如果他是总统候选人 他就是会下一任的中华民国总统 但没有想到整个猪羊变色 当蓝白破局 当整个总统大选真的起跑了以后 才发现谁真的没有穿裤子 因为我们看到了 包括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包括TVBS的民调 包括近新闻的民调 还有包括伊迪特代的民调 全部都呈现了一个趋势 现在侯友宜还有赖清德 呈现了一个非常绑麻花的趋势 两个人的差距都在误差范围内 但有一个人私人独憔悴 那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大幅下滑 柯文哲不但大幅下滑 在伊迪特代的民调 还有在这个TVBS民调里面 他的厌恶的程度 他的负面的感 负面的感觉 全部都大幅的一个提升 更可怕的是 在大选开跑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这个时候是一个提箱快跑前进 这个是一个最后阶段的权力从事 过去历届的选举 到了这个时刻 大家都全力以赴 但没有想到 我们看到绿军动起来了 我们看到蓝军动起来了 但有一个人躲在家里面 而这个人在家里面 只有写点书 而且到了第二天 他也只能去参加了一个 所谓的广播的一个访问 再开始就有人讲了 柯文哲在面对这场大选 你没有粮草 你没有人马 你没有组织 你没有舞台 甚至你没有主张 在这场五项揭缺的状况下 你凭什么跟国民党叫板 没有想到 当海水退潮之后 真的整个大选起跑之后 柯文哲没钱 没人 没组织 没舞台 甚至没有整个路线的缺点 越然而上 好我们今天请到 起来边的代表首预的 财经专家 黄收 师傅你好 大家好 好 谢谢每一道 电视报的赵不自家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 黄近平 大平安 好 第四位是 资政品田林玉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商周的总局吕国珍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政品田张永轩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第七位 战略专家林天会 待会儿也会参与我们的讨论 好 师傅 这个太尴尬了 礼拜五大家登记 是 礼拜五登记 我从1996年的 中央大选 我就开始跑 96年中央大选 一起开始 提向快跑前进之后 总统有一组候选 有一组的记者 副总统有一组人 有一组的记者 大家全部 每日每夜 一天都十几 二十个行程 全力往前抽 结果刚刚讲到的 看到了国民党 国民党昨天 有很多造子活动 我们看到了民进党 民进党昨天 也有很多的造子活动 柯文哲 对 人呢 人呢 抱歉 巴菲特说过 潮水退去之后 就知道谁在沙丹上面 没有穿裤子 这个人呢 很有可能 就是柯文哲 他没有穿裤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 保洁人呐 在还没有登记之前 哇 柯文哲 左蹭这个郭台铭 常常就到他家去 然后又说 我要跟国民党合作 哇 声量最高的时候 远然他是泛率的 这个最大的这个盟主啊 对 可是问题是 蓝白破局之后呢 他现在怎么办 大家都登记了 他发现没有人 没有钱 没有资源 所以呢 礼拜天照理说 礼拜天是这个 第一个礼拜 登记又第一个礼拜 大家要全力的冲刺 要把气势做出来 总统候选人跟副手 第一次出来啊 所以你看 蓝军里面来说 哇 这侯友宜跟赵超康 来到这个台南 哇 大肇事 有三万人进去 哇 整个气势都出来了 先去桃园 再攻台南 对 那你看 赖清德也是一样 哇 赖霄 两个人第一次 在花莲这样大合体 哇 有六千人到这个地方 也是花莲罕见的局面 花莲都有六千人 大家都要动员起来 要第一炮 绝对要打响 结果就说 诶 柯文哲呢 柯文哲在干什么 结果把决 这一天 他一个人在教堂里面沉湿 沉湿 对 因为他发现到说 他不知道在干什么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目前为止 大家都已经开始 进行总统大选了 只有他目前为止还在说 当初为什么没有合啊 那这个很多路线 我要再想一想 当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现在他还没有从 蓝白破局中间走出来 他还走不出来 当然走不出来 我觉得更不要 他讲说蓝白破局之后 他需要时间沉淀 什么时间沉淀 你都已经到了最后一里路了 大家都已经全力充斥了 你告诉我你要沉淀 对 所以告诉你什么 他目前为止 被一个人抛在后面 什么叫抛在后面 原本 我们现在才发现到说 除了柯侯配之外 他没有任何的背包 除了蓝白配之外 他没有任何的背包 他没有背案 他甚至连他自己要竞选 他搞不好都没有想过这件事 但是现在 他已经被拱上来了 被拱上来 所以他现在怎么办 只好到这个所谓 教堂里面去想一天 然后今天想一天之后 今天有个行程 要接受媒体的专访 媒体专访之后 他现在当时什么 他现在认为说 我要当起名嘴 开始大爆料 所以事实上 现在真的没有人 没有钱 没有资源 没有舞台 对他来说 形成非常大的压力 好所以 今天我们看到 今天很多媒体开始 也就公布了 他愿意想把礼拜五登记 礼拜五登记 大家想说 你大家开始 名乡快跑的时候 这个局势到底如何 大家共同 呈现了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就是 现在赖清德 侯友宜 两个人都在误发 在纠缠 有一个人被甩开了 谁被甩开了 柯文哲被 远远的甩开了 对没错 事实上从这个礼拜开始来说 民调可能就比他 能够真实反应 因为现在是 沙喀都的局面正式形成 而且候选人的 这个副手都出来了 但是这个民调来说 大体上 这几天之后 经过一个同样一个 这个大概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目前为止 赖清德跟侯友宜 两个人进入所谓的 信任区间之内 两个可以说是没有误差 而且侯友宜是往上扬 但是在这个时候 柯文哲独憔悴 从美丽岛电子报的这个民调 甚至从TVBS民调 他掉了6% 然后甚至从赖消费里面 从这个所谓 靖新闻来说 你看这个所谓 侯照费往上升 跟赖消基本上打拼 另外一个 在疑题特代里面来说话 这个柯文哲的民调 也大幅的下滑 下滑到21% 大概约莫都是滑落 5%到6%以上的这个空间 所以有人讲说 现在柯文哲 进入了一个 20%的生死线 没错 宝杰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 大家都要开始看 真正的这个决战点 不是在看这些民调 你能不能够把气势拉起来的话 主要还是看 你有没有资源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挺在你的后面 这些 接下来进入所谓 陆军的这个决战 好 顾羲我们常常讲 你不要从台北看天下 从台北看天下 一个很明显的就是 你是从媒体看天下 你到了基层去 你还是要在这刚刚拔弄 而且你到了这个地方去 你有没有来 你有没有跟人家打招呼 这个地方有没有动员 这个是历届总统大选 非常关键的意义 包括刚刚讲的 1996年 即时当时如日中天的李登辉 他都由南到北 几乎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乡镇 刚刚讲到的 在昨天比拜五登记之后 整个蓝绿全部动员 而且由南到北 由西到东 全部进行大造势 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 你柯文哲真的问题大了 你的粮草呢 兵马呢 舞台呢 组织呢 路线呢 对 没错 你看礼拜礼拜天的时候 哇 你可以看到 包括说绿营或是蓝营 开始大造势 譬如说上25号的时候 你看莱静德 早上先到新竹 然后紧接着到桃园 然后后来又到这个 这个花莲去 对吧 你看三个地方这样跑 那紧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 国民党也是一样 先到桃园 紧接着到台中 后来到晚上到台南 哇 虽然不但是总统副总统合体 然后因为这个相关力 我去这个拉台 可能问题是 现在柯文哲怎么办 柯文哲现在只有 你看他的行程里面 在26号的行程里面来说 只有一个 对 只有一个 一个是早上 他先在教堂里面 然后下午呢 他去跟这个少年开讲 这个也直播 然后后来 今天的一个开讲就是说 他到五间的时候 接受媒体的访问 然后后来呢 他说这几天 我们不是只有做这样的事 谁说我们只有这些 我们还拍了这个定装照 定装照 对 所以还有拍定装照 都什么时候 你跟我拍定装照 但是柯文哲讲 那个两万人的大造势 已经过时了 那是旧思维 民众党不搞这一套了 抱歉 民众党没有搞过 当然搞过啊 他之前不是在拍桌 我用民众党的这个身份 参选到底 那其实也是大造势啊 问题是为什么 不办大造势 很简单 因为是口袋里面 没有粮草 你怎么办大造势呢 而且大家想 现在最不可思议的 是 最惊讶的是 第一个 你居然在第一天 礼拜六你没有行程 是 到了礼拜天的中午 你才有行程 那你这一天办 你到底去哪里 第二个就是 念不忘的 念之在之的 你没有办法走出来是 蓝白河为什么破局 我为什么被国民党骗了 对你看 你看现在目前为止 都在造势 哇 动算动算动算 可是他现在为止在什么 你看他这几天 国民党的态度 从头到尾都不相应 只是一直把我骗进去 设他 他设了局 所以他现在还在 检讨蓝白河啊 所以他自己犯了几个错误 包括什么 没有幕僚看过 主帅不能够签字 然后双方谈判 还是要相信众人的智慧 超越个人的智慧 代表个人 他还在想这些 有的没有的 还在想签字 对 所以还在想这些 然后好 想到最后他现在就开始 今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我觉得他现在有一个战法 现在是 他自己开始当彻一名罪 他自己在 在节目上爆料什么 他说登记前两天 有人说是什么 联合国专业 美国的助理 然后说什么 美国西方蓝白河 罗森伯格会打电话给我 后来才知道是骗子 他一直在讲这个 他这完全 然后还有人说什么 有人说 要两亿元当他当副手 他说不一定是国民党发动 也有可能是骗 国际骗子 这就是一个局 都已经过去 你讲在干嘛 问题是他现在只能够这样 他只能回忆 对 他只能够回忆 因为他没有新的题材 没有新的人 可以让他去蹭的时候 他现在还是拿 过去的蓝白河来蹭 所以来说 现在海水慢慢退去之后 我们会发现到说 或许他不只没有穿裤子 他可能搞不好 还有更惨的状况会发生 董事长 你之前就讲过 柯文哲最好的选择就是 当国民党的副手 因为你没有粮草 你没有兵马 你没有组织 你没有舞台 甚至你没有路线 你这样在整个总统大选 你是打不下去的 你被人打不下去的话 你会非常凄惨 我当时还听不懂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说一个民众党 没有兵马 没有组织 没有粮草 什么都没有 结果真的 大军一开动之后 我才真的发现 他什么都没有 对 所以柯文哲 这个这一次做了一个 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 他这个错误的后果不堪设想 有这么惨吗 他现在把他自己的丑态毕露 他的丑态毕露 你今天很简单 对 这个就是他平常都是吹牛吹很大 我让你6% 让你6% 让你选你也选不赢 都是他讲的话 我才是最合适的总统候选人 对 那个牛逼吹得多大 就是我说碰红吹鸡 台博吧 主的好大一个气球 让全台湾在吹牛 大家都说不得了 很多金主都要投钱给他 结果到一天下来 当他回归打到原单位 回归原型的时候 变成都去哪里了 他是加里敦 他还是个青蛙 他不是个王子 还是个青蛙 变不成王子 所以第二点 所以他现在现出人形 现出原型的 第一个原型就是总统 总统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机会 真的没了吗 挂定了 他已经挂了 这个已经 因为剩下时间太短 对 剩下时间的一个多月时间 他救不回来了 这两天 这个万事起头难 他就一开手 起手势就挂了 大家知道 你这个没钱 扛的 扛的 扛的后面 这个很简单 选总统选举要靠什么 靠气势 要靠胖中的 对 胖中 大家帮你扛 兄弟 扛的 一个人涌在 大家驻勇而上 对 然后这个行情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扶摇直上 对 对不对 他现在一看就知道 自现 这个是自乱阵脚 所以他民调 我原来估计说 守二十守二道 现在这两天表现守不到 你觉得他守不到了 今天一看 绝对守不到 你看它很简单 然后再看第二件事情 他为什么说登记前 有人要给他两亿美金 骗他 然后他自己 才把这个事情 自扑其转的 讲给别人听 对 那我问你很简单 他就是说 全台湾的骗子 或全世界的骗子 都知道你 柯文哲要选总统 没有钱嘛 是不是这样讲 他自己糟糕天下 他没有钱 你没钱才要给你钱 所以大家就来骗他嘛 所以他才有机会 被人家骗 代表说 他知道用钱骗你是有用的吗 还有一个 你民众长得分子 复杂嘛 被各方势力 渗透了乱七八糟嘛 这个很简单 是一个体弱不堪 没有防卫人力的民众党嘛 所以民众党这场天下大乱 大家现在退党的退党的 骂党中央 骂党中央 骂黄山的黄山 整个党乱成一团嘛 有没有一个民众党的 其他的干部 或不分区的那些高干 有一个人帮他率护航的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怎么这种政党 开玩笑 对 对不对 我们战备的时候 也有三两个兄弟会出来 你当时想说 民众党没有战将 还真的没战将 根本人都不见了嘛 对不对 人都不见了 哪有人 所以他的一个人在那边混 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的总统结束了 不用谈那不要谈 现在剩下什么东西 剩下什么 剩下是说 这个党的寿命 还剩下几年 很简单 是这一次选完以后结束 还是现在这一次在开选 开始选举就结束 我帮他 原来帮他估计 大概有五到六席的不分区 现在看这个情况也不太妙 你连不分区都不看好了 不妙 不妙 因为他如果不能够把这个正做起来 继续往前走的话 不分区会散掉 可是我不懂的是说 你智商一五七 你好歹干过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还干过八年台北市场 你怎么会不知道说 当名枪快跑的时候 你的兵马就要展现了 我的阵容就要展现了 我的部阵就要展现了 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呢 我跟你讲一个悲哀的事情 这个叫做性格决定命运 命运决定未来 他完全用性格作祟 你看到一个很简单的 礼拜四在军月饭店 那个完全是他个人的这种情绪 无法掌握 马上就如火山般的爆发 答应了侯友宜说 可以公布我的简讯 那一公布马上翻脸 而且那个人 那个丑陋不堪的绝点 摆在眼前 所以我讲性格决定命运 命运决定未来 他的性格当天发作了 发作就注定他失败的命运 早年帮他忙的人 一一离开而去 一一被他推出来 就是他的性格 然后他喜欢什么东西 我们以前讲好听一点 你好歹是个总统候选人 对 清贤城怨小人 他在干什么 他旁边全部是小人 他的忠诚干部 蔡壁如现在发配边交在台中 去台中 不理他了 蔡壁如被发配边交 准备投靠国民党 都逃了 他现在不分区好几个 第一名的黄珊珊 怎么不出来帮他辩论 有没有需要陪他去教堂鼓舞他 没有吗 都不知道黄国昌有没有在帮他忙 没有吗 都不知道 所以都是一些厉害之徒 这个人的最柯文哲的命运 你说刚刚157 这个157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这是个性的问题 他的个性完全失控 这是他一个会失控的领导人 本来就应该要被时代被历史淘汰掉 好 宇轩 你昨天写了一个脸书 你昨天写了 周杉 我们的总统照讲开跑了以后 你应该两个车队开始提倡快跑前进 而且开始营造你的身世 刚刚讲你要有旋风 这个旋风才有办法扶摇指上 可你说 柯文哲是你看过中华民国历届总统 唯一在家里蹲的 史上第一怪现象 从来没有这种怪现象 我跟各位报告 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第一个你登记完 因为两个人刚好都是礼拜五嘛 所以隔天六日之后 这是如火如荼 敲响地炮 敲锣打鼓 所以跟大家讲什么 我们来出兵了 要出师了 出阵 出阵 对 出阵 所以要放鞭炮 他不是要雨停出兵吗 当然是 雨停了要出兵啊 对 结果看到柯文哲 没声没息 跟各位报告 柯文哲总统候选人 今天没有公开行程 这是他们办公室传出来的讯号嘛 所以大家大家觉得很奇怪啊 当然今天柯文哲 都几天了 柯文哲今天出来跟大家讲说对啊 我在教堂里面沉思 但我坦白跟各位讲 你去对比国民党的就好了 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因为现在只剩下 大概不到八个礼拜 七个礼拜 对不对 那你全台湾六十九区立委 我就问 侯友宜为什么一天要尬六场 早上台北 桃园 台中 然后晚上跑到台南 全台湾到处跑 因为跑不完啊 宝洁哥 跑不完啊 你六十九区 你一天就算跑六个 也很紧张耶 我再这样讲的 在我在一九九六年 当时我跑彭屑 当时我看到李登辉的行程 李登辉已经是总统 而且李登辉当时是 全力的人做掌握 他夺平 他是从南部 搭着那个车子 战车一路往北走 他一天的行程 是以每半小时为一个计算 陈水扁更不用讲 陈水扁更恐怖 他十五分钟为计算 马英九也是十五分钟为计算 我第一次看到在家里的候选人 他以天为计算 柯文哲是以天为计算 一天一个 我今天没事 我明天看看有没有事情 所以说荒天下之大谬机 不会有这种总统候选人 那你好 你会不会让柯文哲 他到底在干嘛 我坦白讲 他是出不了门 出不了门 当然出不了门嘛 因为柯文哲现在处于一个叫做 戒断症候群 戒断症候群会有几个现象 一个就是过度依赖 然后会很焦躁 会很焦虑 所以他才需要去教堂冷静冷静 所以他之前太依赖蓝白河 他太认为说 我今天只要吸血鬼 当个吸血鬼 当个寄生仇 我只要能够寄生在国民党 我就可以等于说 等于说 无辱虎生风 胡扎虎威 结果搞了半天 不能寄生了 不能寄生 寄生仇怎么办 只能普世荒野了 没有错 过去柯文哲的盘算很简单 我根本不用钱 我也不用人 为什么 你们国民党69区 侯友一去 有没有新闻一点点 朱立伦有没有新闻一点点 韩国瑜还有多一点点 但我柯文哲去 绝对是新闻头版焦点 大家都关注我 心里就盘着这个盘算 所以呢 有趣的事情来咯 当蓝白在谈整合的时候 11月15号 那个时候全台湾各地 包括台中 与说举例子 像沿宽衡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说 你们谈成啦 宝洁哥那会做什么事情 寄邀请韩 来 当然是希望柯文哲能够来啊 对不对 邀请嘛 反正你们现在大人合在一起的 未来谁政谁负 都是自己人嘛 就柯文哲不读 不回 你等等 你先等等 什么都不回 摆个架子在那边 只高气啊 结果等到破局之后 他才着急了 破局之后开始回说 我要去 赶快回 秒回 前一天回 明明明明天就要办的 前一天说 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 为什么呢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他现在发现什么 自己没有依赖了嘛 就像他过去讲 把国民党当马飞 一直克 不管是地方势力 不管是网路声量 不管是新闻 克得很开心 可是等到蓝白破局隔天 他发现一件事情 哇 没东西可以克 不是 而且我发现 你今天不是医生吗 你不是应该有plan A plan B 你不是有各种计划吗 你不是有各种备案吗 他没有备案 完全没有 柯文哲完全没有备案 他现在唯一还在做的 同样一件事情叫什么 蹭蓝白河 所以各位 柯文哲最好笑是什么 在记者会上军院饭店的时候 说你侯友宜 这个叫彻翼网军 爆料录音党 结果他现在天天呢 苦思一整晚说 我沉湿过 我好好沉淀 然后想到说 我可以干嘛 就跑去重新论坛 跑去论坛在讲什么 还在讲蓝白河 还在讲六点声明 结果他的妈妈跑出来 还在讲说 国民党说要抵抗材 他叫我们出来 都会算 我们家哪有可能 他太太又跑出来 母姐会全部跑出来 张牙唬爬了 太太也出来说 国民党让他退选当部分区 结果就在刚刚遭找 陈志涵也跑出来说 原来这是国民党 算计的一出阴谋大戏 包括柯文哲本人 包括母姐会 全部都戒断嘛 母姐会都出来了 对因为没办法离开国民党 少了国民党之后 就不知道我是谁 我在哪 他们又在唱靠调娃了 当然嘛 因为现在是一哭二闹三文哲 对不对 既然你国民党现在采取冷处理 后尤其理都不理 对不对 连不要脸都不想跟你讲 谁不要脸 你自己去想象 结果反而是民众党现在召集了 召集为什么 我没有国民党 我现在又没人没钱没两 他今天也讲 他说 我的副总统 我根本不是找他要钱 我们是穷人党 吴欣宇根本没有钱 他把自己底牌全部露出来 你没有钱你干嘛找他 没有人可以找 就像宝杰哥你刚才问到一个重点 你说应该有ABCDE嘛 都有啊 柯文哲根本没有想到 怎么可能 连我这种笨蛋 我在做这么大的事情 我一定想说这个案子不同 此点 三不转路转 你只好找一个路转的地方吧 宝杰哥你知道什么叫戒断吗 这代表他没有心理准备 他根本还没有准备好要离开国民党 根本还没有准备好跟国民党分手 但今月饭店那一书 根本不是柯文哲跟国民党分手 是侯友宜甩出那个录音带的时候 盛世跟你说 We are game over We are over 我们之间一刀两断嘛 这是侯友宜跟国民党制止的这样讲 但柯文哲被杀得措手不及 被自己情绪控制之后 等到午夜梦回 等到醒过来 白天太阳照到脸座 来发现一件事情 我没有国民党 我到底该要怎么办 好 杰平 现在跟他讲讲 现在柯文哲真是无路可走嘛 大家都开始 开始这个旗子拿出来 旗海飘扬 开始等于说 造生事的时候 柯文哲居然只有一个人在家 他真的没有逼吗 他只有一个计划 他就是我要吃定国民党 当国民党跟你朋友们 兄弟们 我们就此分手之后 他无路可去了 当然真的是没有这些计划 所以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而且如同刚刚雨萱所讲的 很传神 我也听到说民众党党内 之前不是一直在喊出来说 柯文哲要走自己的路吗 对啊 那柯文哲终于有机会走自己的路 就走自己的路啊 然后无义无反顾 拼一次 当然啊 而且这个用民众党总统参选人的身份 拼战到底啊 那这个时候应该放鞭炮 可以好好地走自己的路 开始安排一堆行程 你都这么看不起国民党 你都这么看不起侯友宜 你都跟侯友宜讲 跟你选越越越越选不上 你就会觉得你是最后的人选 那你要讲走自己的路 你就逃了皇室走自己的路啊 可是实情在内部的情况 却不是这样 内部反而炉上考皮哭成一团 炸死了 还在那边哭 所以里面他们自己有人 就觉得很矛盾啊 说当初不是你们这些人 认为要让柯B自己选下去吗 而且民众党要有自己的舞台 走自己的路啊 所以今天怎么又开始哭成这样子 然后开始不愿意面对现实 然后开始又去早上个礼拜 11月24号还停留在11月23号 礼拜四的事情 还停留在11月23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 火车都已经开到台中 甚至开到台南了 你还停留在台北 但是没人跟你讲这个了啊 所以他们不停地去回顾历史 刚刚他讲的那个金主的事情 我也听到一个消息说 本来在11月15号签字 在11月23号破局之前 这一个礼拜 有金主通过管道 找上了这个柯B告诉他 哦这个是真的 不是像柯B所讲的 那个两亿美金啊什么的 还有罗森伯格件 你是台湾的 因为这个金主在柯文哲 2014年跟2018年 两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都抖内不少钱 然后他看到柯文哲 在11月25号签字的时候呢 透过了这个友人去找柯文哲 告诉柯文哲说 不管到时候蓝白和 因为看到你签字了 结果是科猴还是猴科 蓝白只要和在一起了 我就抖内你一亿元 新台币一亿元 然后当时柯B也没说什么 也不置可否 结果没有想到 那个也没有回复对方 OK还是不OK还是怎么样 可是他想说 只要对方也说 只要蓝白和的 不管柯侯侯科 我就支持你一亿元 是给你柯文哲 不会给国民党 也不会给侯友宜 结果没有想到23号 出现了这一固状况之后呢 结果这两天 他再去找人家 人家根本不理他 不给他了 还给你一亿耶 连一块都不会给你了 他真的没钱了 所以再加上 人家怎么回复这个民众党嘛 说你们有无心盈的 还在找我们啊 所以这个就是现实啊 真的像武董说的 你如果旁边带了一个无心盈 新光是以前 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财团的 他是可以跟国泰比肩的 而且他是可以拈压台硕的 你带个无心盈 你还跟我要什么钱 所以啦 再讲一个例子 民众党的小鸡 虽然这个没有像 国民党民进党提名了 五六十席以上 对不对 但是好歹也提名了 这个至少11席以上 那结果民众党有一个立委参选 有人就问到他说 那你现在接下来不到50天了 马上1月13号要选举了 你的这个布局啊 包括1月12号 选前之业造势 民众党有没有通知你 怎么准备跟民众党参加 这个选前之业造势 结果他竟然回答说 没有耶 民众党没有选前之业造势 没有 那你要去参加哪个造势啊 他说要去参加国民党的选前造势 怎么可能没有选前之业 没有安排啊 当初他们在民众党内部有反应 但是被黄珊珊给否决掉啊 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说 党内部你们在干嘛 你刚刚讲什么plan A plan B plan C 不要说这些plan A B C 都没有 你要连这个后面的怎么造势 怎么扫街 车队怎么规划 北中南东怎么跑 然后选前之业的造势 如何连线什么 这个通常都要在两个月前谈好 当然啊 结果现在不到50天 你现在连 你现在要找 好的场地早就被包走了 是 没有了 完全没谈 所以小鸡才会说 他会去参加蓝营的选前之业造势 那也难怪朱立伦他还说不会把这个讲史 除了总统副总统那个门槛红线画起来 不能让柯P来站台之外 其他立委 你要怎么如何跟县市长地方的这个民意代表去合作 互相这个拉台跨台 没意见都OK 可是你不就说明了民众党内部的矛盾吗 也难怪在这个 他们这两天沉浸在内部如上考比的氛围之后 有人看到新竹市在高宏安的治下 柯P有一个这个网路上逆车叫欢乐阿伯号 突然把他给拖掉走了 那一般开始人家说是拖掉车 不过看那个黄色应该是这个道路救援 昨天没有行程 就是因为照理讲 如果你昨天很忙碌 你行程很多 这个欢乐阿伯号 理性科学务实 是应该忙得不得了 应该到处跑来跑去 结果你居然停在路边 停在路边还围停 不但围停 刚才讲 这个人家讲 这是黄色车子 被黄山城拖走了 所以大家都在讲说 高宏安 这在新竹市经国路发生的事情 你现在是干嘛 拖掉了这个自己 这个民众党党主席的这个宣传车 当然这个现象可以说明了 民众党内部这两天 六日还在盘整 科B说为什么要让内部 心情再沉淀一下子 因为他们完完全全 不知道怎么去收拾那个情绪 不知道怎么收拾 就是乱 因为甚至从礼拜六礼拜天 今天礼拜一 2526这两天 就出现了好多各地的 一些内部的退党潮 想要跳船了 包括基隆市的这个 安乐区党部的这个 主任委员刘伟群 还有基隆市曾经在去年 选过议员的这个徐又生 都讲出来说民众党内部 因为矛头都指向黄珊珊 你注意看科B这两天 今天他有讲说 不要把所有的罪名 都推给黄珊珊 为什么 因为现在民众党内 都不满黄珊珊 我有这么严重吗 他会说你科B做的决定 都是你黄珊珊影响他 而刚刚雨仙不是有提到说 黄珊珊 你把自己放在这个 部分区立委的这个第一名 当初创党的时候 蔡碧如也没有 把自己放在第一名 2020年你看他把自己 放在第五名 要去冲刺 结果当时民众党上了五席 就有人讲 整个总操盘人员 怎么你塞了一堆 都是你黄珊珊 珊珊有有的名单在里面 然后你自己也没有 把自己放在中间 或者是第五第六 第七第八去拉台 而把他放在第一名 就有人在怪说 科B一定到时候 从头没选上 你还有立委做啊 而且你几乎都把 亲民党的这个势力 带进来 再加上中南部 科B在今年10月26号的时候 亲自到彰化县议会 去主持这个民众党 彰化县议会党团的这个成立 当时还跨笑 你看我们跨过了 这个浊水溪了吧 跨过了大渡溪啊 我们可以在中南部 开始有摊头堡 结果没有想到 不到一个月啊 前两天这个陈从佳 他们的一个县议员 才宣布要加入 他们民众党成立了 这个彰化县议会 民众党团 就因为说他要退出 民众党了 整个不到一个月 党团灭团 只剩下党团 要三个议员 三个人才能成立一个党团 少了一个人 剩下另外两个民众党了 也是从五党级 过来加入民众党议员 而且高雄选择自由会 也传出来说 才成立几个月 现在面临要拆伙 除了无以为继 没有粮草之外 还有就是找不到人 刚刚讲到国民党 开始在这个 侯友宜赵绍康搭配成功之后 昨天前天 礼拜六礼拜天 就不断的 包括到桃团造势 那两场我都有参加 人都是一大堆 越接近都会区万人以上 如果在沿海区啊 也都有这个千人以上 而且等了两个小时 不管是赵绍康一个人来 或是侯友宜搭配 这个赵绍康 人都是在那边 不会动 不会跑 就是待这个两个小时 所以你就知道说 赵氏的场子 现在入战开打了 还看不到你民众党的部队